我需要做特首的Logo是你設計的 除了設計Logo之外還要拍照 今天想和你談談一批與中國有關的照片 你可否介紹一下 好 事源從此開始 因為我有個客人在廣州馬做服裝 我做品牌推廣 打開窗後看到面對面街就是這樣 是一座商業大廈 下面有兩層商場 如是至於我去了很久都是這樣 看到沒有工程架 只有一個殼 超級難尾 都成二十幾三十層樓高 是那區最高的 不知為何爛到尾都是那區最高的 不知為何 當然大家香港人中國人都好知道 爛尾樓是甚麼一回事 過程之中有很多千屍萬鈾的情況出現 有貪戶 有個份投資 有很多官商的所有的情況都會令自己衍生了這樣的狀態 我爭行常好 我打算去帶我的大的八成十相機去 既然去得到 不如我可不可以進去現場 做出戲 這就去了其中一座 排場戲 我心目中想到的中國的現象 譬如是貪錢的故事 這個很老闆 不知它在發達還是破產的階段 有些是說Generation 就是阿公阿婆很唏噓地等阿孫回來的場面 有些是說自由的問題 中國近這十幾年 甚麼都好甚麼都發展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看得最好最好的那一面 其實這些所有的周界角落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拍攝的過程之中 這個經驗就是看得到中國有極端的兩面 其實嚴格來說 除了我拍廣告片 有很多不同的廣告公司 國際廣告公司 亦有不同的客戶 有些本地客戶 有些國際客戶 當然大家的 那個 怎樣叫做市場 怎樣叫做市場 怎樣叫做企業 經濟 有不同的情況 很不同的情況 有甚麼不同呢 實際一點 我也跟香港很多地產商拍廣告片 是不是 他們 沒有那麼浮誇 即沒有香港人那麼浮誇 對 不會浮誇到香港 即是賣樓 你住進去 你住進去就會做公爵 你又住進去 大富豪 明明都 那是極點來的 為何做公爵 無天辦事 又住進去白馬地之後 他們比較說 生活優質 綠化 即 真的將樓 真的將樓 告訴你 是 大部分都是 他們不會過分地 包裝一個 類似虛幻的故事 給你 其實除了這部分 廣告 我接觸品牌 另外我自己 做品牌推廣 或者我做設計 有一個客戶 是一個很不同 很不尋常的客戶 是一個服裝品牌 這個品牌 十四年前開始 十四年前 其實服裝在中國 其實都很開始 他們都在國內服裝設計 有幸 三四年之後 我就開始 做他們其中一次 Catalog的攝影師 到今天 我是他們 全品牌的藝術顧問 這個 我跟他們關了十年 途中 馬可有個 自己的系列 就帶去巴黎 做Fashion Week 第二年 做Hot Cartoon 這是很高的榮譽 來的 中國設計師 被邀請他做Hot Cartoon 只有他一個 是 我想 03、04年開始 我們就 頑固一下 中國 你很試繪地 很潮流地 跟風地 去講 價值觀 就很容易 是 那些說 不是 有個世界 我叫東方的文化 東方的精神 中國人的人民精神 是 太不合時而講 或者是 我們未經過那個 系列的勢力 根本就太早去講 甚至乎香港 都未懂得去講 他們同意 他們覺得 長遠計 我們應該是 自己堅持自己的價值觀 他一定有個概念 講當下 有個題目講環保 有些題目會講 慈善的活動 和山區的人去做一些活動 這個 好像日規 這個講當下 就是 就是 那個 就是 他們很軟 推銷整件事 你跟一個香港的 服裝品牌 講 好像這樣 你不是 那會說 香港人不喜歡 其實都很好 不過 香港人不喜歡 可能覺得 不知道什麼 對 所以 長遠計 我覺得 當然 這個不可以說 概括了全中國 這是一個很idealistic的 其中一個環有例子 但至少商業上 可以維持到 維持得很好 每年做很多億生意 其實我不是一個 第一梯隊 素視角創作人 接觸中國 第一梯隊 在90年 中期已經開始 有些港公司的創作人 就開始上去參與 難的 嚴格來說 有兩難 一 好的 不好的 我們都叫 入鄉隨俗的方式 怎樣運作 還有些 到今天 我都應付不了 我不懂周旋 例如桌底錢的問題 老實說 對不起 這些我不懂做 還有 是發生的 還發生的 在運作裏面 你要面對 你自己畫自己的底線 如何配合 要不要參與 人的工作工作方式 節奏 大家的細節要求 各方面不同 還有很大的空間 中國需要進步 橫觀是OK 細節是有待改善的 因為中國大 一說中國的所有市場 你就知道 我們不需要很多大陸分享 因為大 1% 1%便足夠 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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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香港 我們人口這麼少 所以大家就會 用了 群眾做主導 大家覺得 那些客人 但又不是 我又不同意 你在北歐很多國家 丹麥都是四百多萬 但四百多萬 市場又出了LEGO 又出了很多很創新的東西 但他們的版圖 不只是自己的國家 我們都不應該這樣說 但他們還說 我們香港人做事 不是全部 但我們香港人 不只是做香港 是自己的版圖 但現在的mindset 我們做的 是我們自己的版圖 很奇怪 到今天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就越做越縮 其實跨得出去很少 最大問題是 沒有想自己跨出去 所謂東西方的背景 怎樣去把我們不太足夠的 一個中國文化歷史的根 心口的認知 或者那個態度 真的要補貨 而且真的要下一番苦工 很多事情 我們是香港教育制度沒有的 但反過來說 我們已經開始了十四年 十五年 再下去我們是一個中國人 那部分沒有的 其實我們是要得回的 全名叫珠江 不是 對不起 不是現在 膚淺的意思就是 舉個例子 怎樣可以健康一點 你做一個諮詢 他就告訴你 吃多點水果 睡多點覺 我們是研究 尤其是規劃的角度 其實一國兩制 那樣東西 不可以一刀切分開 我們不可以不了解 廣東省的發展 我們不可以不了解 全國的發展